当地警局表示 警方当天凌晨一点接到枪击报案 凶手行凶后逃离现场 警方正在追捕 目前两名伤者已经送往当地医院 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室 发布的最新统计 2021年美国已经发生 147起严重枪击事件 自3月16日以来 在短短一个月中 就发生了至少50起 最近一起是15日深夜 发生在印第安纳州首府 印第安纳纳破利斯市联邦快递中心的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8人死亡 针对此枪击案基诺沙县警方表示 此次枪击是目标明确的单独事件 而许多专家表示 美国的枪支问题将影响世界对美国的看法 东医生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是多专家的股票 计划